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就扔到员工身上 你不要管理吗 不是你吗 你作为管理员 那我稍微就跑过去 我都问你 一不小心跑 都是说要杀了他 按他 把他弄死 把他杀掉 什么就这样 我让他把他弄死吗 等一会儿 你就要 你表情还不放吗 我这叫不放吗 这个事情很小吗 还跟陈列说了 今天晚上 今天一定要开会 开会是你们管理内部的 那就是我管理内部的 我现在要的是管理员 那个客户 他不依不挠的 我们其实已经道了歉 昨天因为他也报了警 我们都协商处理了 其实也一直在 我们一直在跟进 昨天搞了三四点 我们的问题肯定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他不依不挠的 他跟警察说 要我过去协 要我们过去协商 做笔录 其实都做了配合他了 他当时是在给他女儿吹头发 我们是已经关了总闸 灯已经关掉了 他们已经换好了衣服 你知道吧 刚好我们工作人员去 把那个通道关闭的时候 他刚好碰上 然后在更衣室里碰上 其实他衣服是已经穿好了的 黑灯瞎我的 看得到啥呀 我们昨天已经开会了 然后以后呢 就全部是女的 然后男的那边 就他们救生员 就他们我们男性工作人员 会去那个 其实我们一直也有注意这个 我都西部就能养 刚才对 Dragons